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放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我是唐慧 今天是9月1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阿波羅網報導兩條 中共財政部原部長金仁慶老友的悼念詞 泄露他天大秘密 曾做過心臟移植手術 那是誰的心臟 你的收入會成調節目標嗎?中共定下標準 防疫豐富致人亡 揚州民調令當局恐慌 急封殺 現死亡案例 中國三省包碳區病疫情 超4700人投藥觀察 中國樹地天價簽證遭曝光 留學生集體開噴 郎平東京奧運失利IP 中國排協凌晨發聲明甩鍋結果不妙 新學年習近平思想全面進入校園 14萬督導員進駐中小學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等7人被判囚 習近平娛樂圈打特拳鎖定這三家 還曾糜爛到喝人奶宴 感謝您對阿波羅網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阿波羅網記者李雨菡報導 8月27日深夜 中共財政部原部長金仁慶因家中陽臺離奇失火受傷 搶救無效死亡 8月31日 民眾閻月龍上傳微博一篇悼念文章 內容為《孟小蘇悼念金仁慶》的一篇文章 送別老友金仁慶 卻洩露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金仁慶曾經做過更換心臟手術 那麼問題來了 這是誰的心臟?在哪裡做的? 金仁慶老友孟小蘇 是幸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原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總裁 民眾新聞真話質疑 不解釋就一堆疑問 一解釋就更可疑了 心臟移植是一個重大疑點 誰這麼發揚精神 把自己的心臟獻給金部長? 2019年9月15日 中國微信上瘋傳一條來自北京301醫院的微信廣告 重點宣傳中共領導人的健康工程 廣告說 中共領導人的平均壽命2008年就達到88歲 如今更將嚴肅目標設定為150歲 其中首長醫療保健工作中的一大重點 極為器官功能再生 有文章說 所謂健康工程 是目前市場上獨一無二 且突破人類道德底線 敢做 能做 其他國家醫療體系做不了的事 活摘 阿波羅網記者李韻報導 近日習近平倡導共同富裕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 依法保護合法收入 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那麼收入多少屬於高收入呢? 中國《經濟週刊》報導指 2019年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曾表示 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是 以中國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之間 報導指 言外之意 年收入50萬元以上可以認定為高收入家庭 人社部原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 中國勞動學會特約研究員蘇海南表示 對高收入者 個人所得稅一定要應徵進徵 要徵收到位 財產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應該進一步優化調整 不能只按固定的20%稅率徵收 還要適時開徵房地產稅 遺產稅 贈予稅等 報導還引述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與價格研究所所長楊一勇的話 指出高收入是相對的 一般說來 超過當地平均收入3倍的人就算是高收入 也就是說 你的收入達到這個水平 就有可能被調節了 8月29日 揚州民眾披露 在揚州足不出戶的管控滿一個月之際 以中年男子突發疾病 因封門 封戶得不到及時救治傷亡 綜合媒體報導 從7月29日揚州爆發中共病毒疫情 至今已經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 而揚州實施足不出戶的嚴格管控 也幾乎滿一個月的時間 當局在此次疫情期間宣稱 沒有任何死亡病例 然而 因足不出戶的管控造成居民的死亡卻不時出現 8月29日 揚州居民發帖披露 鄰居一男子突發疾病 打120、110和12345都得不到及時的回應 這名男子因此錯過了救治的時間而死亡 留下了年少的孩子和悲痛的妻子 8月30日 一個微信公眾號含有發布揚州疫情滿意度的調查 調查顯示 民眾在揚州此次中共病毒疫情中對政府非常不滿意的達到74% 投票底下的評論區裡 也大多是對揚州此次疫情發表的吐槽 但沒過多久 這個公眾號就被刪除了 網友當然知道 在中國要搞獨立的民調 當局肯定要封殺 中國多個省份最近爆發炭居確診病例 並造成民眾死亡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週報 英文27日發布的現場報告指出 截至15日 山東省賓州市已出現兩名確診病例 一人死亡 當地目前也已對4,700餘人的密切接觸者進行預防投藥 炭居是一種由炭居感菌所引起的傳染病 主要流行於草食性動物 牛羊 鹿等身上 多在食草食 經口感染土壤炭居感菌而發病 至於人類一般是透過接觸感染炭居的動物與製品感染 如皮膚小傷口 雖然炭居不像五肺一樣 人傳人 因此接觸病人被感染率極低 但唐使一般皮膚炭居病罩處可排軍 也可能有人傳人的情況發生 英國求職網文稱 8月27日 留學生Seryl在上海簽證中心遞交英國簽證 由於是9月3日的航班 所以他走標準通道 肯定是來不及的 於是在工作人員的推薦下 他購買了8821人民幣的24小時加級服務 並且確認 週一就可以拿到簽證 但到了週一 Seryl卻被告知沒有他的護照 還被工作人員反咬一口 沒有保證能按時給簽證啊 留學生交了一大筆錢 事情又得不到解決 簽證中心的過分行為 也引得留學生都來大吐苦水 剛剛逛完小紅書出來 看見8800已經創傷後遺症了 吸同胞雪的垃圾能不能滾出China啊? 最深的還會來一句 我們上海人的護照都辦不了 更別提外地人了 北京扣著8月份所有城市的簽不發 讓一個叫Cindy阿姨的人 跟學生要8800 杭州英簽 要115元的快遞費 如果要打電話問進度 100元一次 廣州帝王簽 要價1萬2 連話術都和上海的一模一樣 面對這樣的窘況 留學生抱團開始反擊 簽證中心這麼明目張膽地欺負人 但咱留學生可不是軟柿子 許多留學生不在原地等待 甚至自己錄視頻 實名曝光不法分子的惡劣行徑 8月31日 前中國排協副主席張燃在新體育雜誌發表中國女排為何兵敗東營 批評女排主教練郎平 臨場指揮束手無策 缺少應變 還指中國女排在東京奧運慘敗的原因主要有5點 一 主力陣容老化 二 替補力量薄弱 三 賽場指揮失疑 四 心理壓力過大 五 集訓必多力少 中國排協官網轉載該文 遭到球迷炮轟 9月1日凌晨緊急發聲明甩鍋 指文章不代表排協的意見 網友評論:「70女排自從參加十一彩車和國宴後 各種自身及外界的問題就出現了 又想繼續出成績當標杆 當旗幟 又想得到又大又肥的肉 這篇文章如果與主教練簽署的合同文本 一并公布會更有公信力 網友對於中國女排在東京奧運失敗的看法 點出了中共體制下體育界的深層問題 繼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後 習近平成為中共建政以來 第二位在學校被歌頌的領導人 中共教育部要求全中國的中小學生 在新學年都要學習習近平思想 認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又以爺爺稱呼習近平 學生需要瞭解習爺爺 新系人民群眾的工作和對接班人的期望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北京家長周先生表示 令人聯想到朝鮮的教材 真的很無語 沒想到社會和教育界倒退到這個地步 另外 中共教育部在週三開學日起 實施教育督導問責辦法 在全中國 聘用14.7萬名督導 專門處理包括違規辦學 超標超前培訓 超期收費等 曾在鄭州擔任老師的賈女士表示 限時老師上課已要錄影 當局有需要時隨時可以查看 也有不同的法律 規範學校負責人和老師 質疑督導的角色 是否要助長告密的風氣 香港和內地一樣了 2019年10月20日 香港九龍區舉行未經港共批准的反送中抗爭遊行 梁國雄等7人參加遊行 9月1日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前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陳浩環 何秀蘭 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黃浩鳴 楊森及社會民主連線秘書長吳文遠7人 分別被香港法院判求11至16個月 他們被控組織煽禍他人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近日 中共政府整頓娛樂圈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次大動作清掃演藝圈 外界猜測是要一起打壓背後的特權階層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娛樂圈背後三大派系 江澤民 曾慶紅 劉雲山家族 將可能是此次被針對的幕後大佬 報導指出 於上世紀90年代開始 中共形成了特權家族 其中最大宗為江澤民家族 當時掌控著中國幾萬億的資產 透過搶佔企業和洗錢 轉出海外資產 滲透至美國大基金 科技公司 以致金額至少5000億美元 而江澤民的狗頭軍師曾慶紅的家族 操縱中國的石油業與能源化工業 和劉雲山家族瓜分國產 過著糜爛的生活 中共中央宣傳部8月26日發布文獻 寫道中共堅決剷除毒瘤 保持機體健康 堅決防止在黨內形成特權階層 《大紀元》提到 此番話可能抑制江曾流的特權勢力 報導也指出 2013年中共新華社記者周方實名舉報糜爛的人奶宴 《期望之聲》也報導 當時周方稱宴席上最貴的一道菜是人奶 每位標價5000元人民幣 而這道菜就是在美味時刻 結分配一位全裸的美艷少女 僱用哺乳期的女性直接喝人奶 前中共網信辦主任盧偉就被曾爆出和劉雲山參與此宴 中國權貴階層除了人奶宴外 出售袋裝人奶提供飲用 護膚更只是無數腐敗現象之一 而最近中國演藝圈頻傳問題 大紀元指出 真正幕後大佬 可能是曾慶紅親弟弟曾慶懷 90年代曾慶紅曾被派到香港 曾慶懷就借機在香港演藝圈發展勢力 長期控制北京和香港兩地的演藝圈 也被爆料出 他在演藝圈要女明星潛規則的功夫 早已蔓延到央視 曾慶懷與演藝圈女明星也常傳出緋聞 中國女明星趙薇8月26日突然遭到封殺 於8月28日網路就流傳照片 趙薇僅搂一位中老年男子就是曾慶懷 此次趙薇突然遭到封殺 也看出中共當局與整肅大陸演藝圈 並剷除腐敗糜爛的背後特權階層 詞曲 李宗盛 D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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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感谢观看